中国南兰集训两小时,姚明宣布了最新决定 乔尔街为其感激,球迷的期望没有白费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南兰 聊一聊咱们在南兰世界杯正式的集训开启以后 那么南兰的领队也是中国南兰主席姚明所宣布的最新决定 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姚明他的决定出炉以后 也是让中国南兰整个团队,让主教练乔尔街为其,破为感激 那么也是让广大球迷的期待没有白费,让咱们没有看错姚明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南兰 更多喜欢姚明的球迷朋友能够看到直言的这条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南兰 聊一聊南兰最新的集训备战的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目前咱们中国南兰是处在了球队一个关键的节点上 因为在今年的8月份,中国南兰将会去进行世界杯的比赛 这一次比赛咱们也不用多说 对于中国南兰确实是能够去打响翻身仗 那么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争夺巴黎奥运会资格最关键的一次赛事 那么所以说在本次比赛之前 关于中国南兰的集训啊,球队整体的情况 光大球迷都是非常的关心 我们看到南兰也有着相应的计划 在本月的月末将会去开启在青岛的集训 而在此以后,乔尔杰维奇将会带领着中国南兰去进行相应的一些高质量热身赛 那么这都有利于中国南兰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去储备好球队整体实力 能够打出更好的一个成绩 而就在近期,咱们看到中国南兰队员们也是正式的被征召集训 在昨天呢,也都是陆续的来到了青岛的集训基地 那么这样的一个集训备战也是让广大球迷希望中国南兰能够通过本期集训获得提升的一个关键 而就在本次中国南兰队员们到达青岛集训基地的期间 我们看到蓝鞋主席姚明也是宣布了一个最新决定 那么这样的一个决定也是真的感人制胜 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呢 在这一次中国南兰集训开启之后 我们看到作为蓝鞋主席姚明,作为中国南兰的领队 那么姚明也是亲自参与到本次赛事的集训当中 到达现场去签名,去亮相了本次中国南兰的集训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这一期中国南兰无论是集训还是后期的比赛相关的赛事 姚明都会亲力亲为,都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也就驳斥了此前很多球迷对于姚明的质疑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中国女兰打出成绩以后 那么姚明当时很长时间是跟随中国女兰去参与比赛 可能说更多的关注度是放在女兰方面 当时很多球迷就表示姚明只想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么对于中国南兰并没有更多的关注 但目前来看,当中国女兰已经完成实力崛起 那么当中国女兰方面姚明选择了政威 在她的带领之下,女兰节节攀登之后 她又把自己的关注度放在了中国男兰身上 那么这也就证明姚明她真的是想要为中国篮球做出更多成绩 想要为中国男兰未来的翻身打下更多基础 那么与咱们中国篮球共进退 所以在此之际,那么中国男兰方面 包括乔尔街围棋,包括所有的球迷 也都能够看懂,都能够去感激姚明 可以说此前所有的球迷对于姚明的期待也是没有浪费 那么我们也是等到了中国男兰能够真正来到关键节点上 姚明能够去更加重视男兰的这样一个时间 好,那么最后我们也是希望中国男兰能够在之后的世界杯当中 打出最好的表现 我们也是一起祝福中国男兰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之间聊秋的朋友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讨论 提论新闻事儿,下期咱们接着聊